12月16日 和合国际书法巡展 在加州尼克松总统图书馆及博物馆盛大开幕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张萍 洛克菲勒家族成员斯蒂芬·洛克菲勒 克丁娜·洛克菲勒 国际关爱组织创会会长Danny Davis 百人会创办人 美国第一位亚裔市长Lily Chin 尼克松家族成员David Nixon 书法家、国学大师佛涛上人 及中国艺术国际型共同主席 龚廷玉等中美知名人士参加了展览 由中国艺术国际型理查德尼克松基金会 紫金万象国际文化传播中心 和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图书馆及博物馆共同主办 繁金文化艺术产业有限公司 和北京四方文化艺术县公司承办的 和合国际书法巡展 中国著名书法家、国学大师佛涛上人 写八十余幅书法作品 向世界各国人民展示中国书法艺术的魅力 洛杉矶展览围棋一周 佛涛上人还向尼克松基金会捐赠了作品《圣教续节选》 佛涛上人是中国东晋书法家 书圣王羲之的传人 资深国学大家 也是立体汉字的首创者 他的门人弟子英才辈充 涉及僧俗二届众多领域 并最早在中国推动量子科学 启蒙现代创新设计 指导完成太极云数字化资讯处理系统 这次展览是佛涛上人 在美国加州举办的首个 以和平为主题的大型中国书法艺术国际展览活动 在中美建交四十周年之际 向世界展示中国数千年的书法艺术文化传统 让更多海外人士感受到中国艺术文化的魅力 所以很荣幸这一次能够来到洛杉矶 举办师傅的书法展 也欢迎大家来参加参观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办书法展的很重要一个原因 觉得是一个最精深最丰富 能够传递给我们最真实消息的这么一个上人 关键是这个载体里边的内容 才是最重要的 我对书法的风格就是我更加注意 把历朝历代最伟大的人物的最伟大的思想 最伟大的秦超 最伟大的他们所创造出来的 对我们后代有益的这些内容 把它们流传下来 慢慢包容进去 这个就是我每一次书法展的特点 华夏电台记者 约伯琳的事采访报道 华夏电视台 1999年成立于洛杉矶 覆盖美美华人世界 8000多小时的庞大片源 24小时的全天号播出 带给你与众不同的视频享受 从经典影视到时尚营幕 从传统剧集到现代精品 这里有最全面的武侠经典 这里有最丰富的影视资讯 华夏电视台 网络中国当年明星 纵览华语影视世界